大家好,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,在我开始之前,记得订阅本频道,打开小铃铛。 这样我发表新内容时,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。 英特尔下一代桌机处理器AeroLake将会提升TJ-Max温度上限,达到105度,相比坚持了多代的100度提高了一点点。 TJ-Max可以理解为最高安全温度,当一款处理器的实际温度超过这个预值之后,就会触发降频,以保证安全。 虽然它并不意味着处理器一定会这么热,但既然放宽了,一般情况下肯定会更高一些,自然对散热提出了更高的要求。 AeroLake将同时用于高效能桌机和笔电,其中桌机上可能会有多达20款左右的型号,最多8个P核,16个E核,4个XE核显核心,标称基础功耗,最高还是125瓦,但行动版暂时没有具体讯息。 桌机旗舰是库瑞Ultra 9285K,据说P核、E核最高频率分别为5.7G、4.7GHz,对比现在的i914900K前者降低300A,后者提高300A。 另外,用于轻薄本的Runer Lake温度上线会继续保持在100度,而在下一代的高效能行动版,Panther Lake也会达到105度。 与此同时,外媒WCF Tech报道,英特尔在官网悄然上线了多款全效能P和无能效一核,极权大核无小核的第14代酷瑞处理器。 这批处理器虽然同桌机板一样使用FCLGA1700插槽,但均为编号字母后缀代翼的切入式领域款式。 同时,这些处理器编号数字部分均以01结尾。 01E系列第14代酷瑞嵌入式处理器,取消了能效和小核,L2块取总容量因此减少,L3块取容量保持不变。 各个处理器的频率在对应原版SKU的基础上有所微调。 值得注意的是,I914901TE,I714701TE,I514501TE,I514401TE这四款01TE节能版型号的基础功耗均为45W,与常规T款式的35W不同。 另据X平台消息人士Jakin动态,英特尔还规划了I514401EF,I514401TEF,预计分别为对应不带F型号的阉割核显款。 英特尔突然推出没有小核的处理器,背后的原因也许相当复杂。 曾制作以恐龙为主题的多人生存游戏《泰坦之路》的澳大利亚开发商Oderon Games宣布,即将把游戏所有伺服器的CPU都换成AMD,因为英特尔正在销售有缺陷的CPU,特别是第13代和第14代型号。 这是怎么回事呢? 这就要从德国科技媒体Eagles Lab日前披露的一份内部文件一探究竟。 其在6月底时表示,酷睿i9处理器的根源是在威远试码演算法中,ETVB功能相关的错误指导致的。 ETVB的全称是Enhanced Thermal Velocity Boost,一种在满足特定条件时将处理器内核超频,指高于锐频的功能。 ETVB技术是Interceptor Lake晶片,特别是酷睿i9 SKU的独有功能,因此持续存在的不稳定问题。 理论上不会影响到英特尔的其他处理器。 ETVB是酷睿i9处理器的一大优势,因为它能让处理器在需要高时钟频率的游戏和应用中迸发效能,或帮助晶片在产品评测中脱颖而出。 EgosLab表示,英特尔酷睿i9处理器部件,暴露在过高的核心电压下,因此导致最低工作电压发生了变化,从而导致处理器不稳定。 EgosLab当时发布文,表示英特尔发现了影响第13代Raptor Lake和第14代Raptor Lake Refresh Core i9处理器稳定性的问题根源,从而引发了外界要求英特尔发表固件补丁进行修复的声浪。 不过,英特尔公司随后发表声明,否认英特尔已找到酷睿i9崩溃问题根源的相关报道,并表示相关调查仍在继续推进中。 英特尔D13与14,带高阶酷睿处理器跟在某种程度上的不稳定问题,这也让很多消费者感到失望。 英特尔甚至回应表示,这种情况是与用户主机板和BIOS有关。 对于此类问题,澳大利亚游戏开发商Oderon Games团队7月下旬发表强硬声明,指控英特尔掩尔道林,执意销售带有缺陷的13与14代CPU。 据称,该公司用于游戏开发及测试的13与14代高阶CPU故障率接近100%,并要求英特尔尽快召回这批处理器。 后续,Oderon Games称,英特尔13代和14代Raptor Lake行动处理器同样存在类似的崩溃问题。 有开发人员在Reddit发帖称,是的,他们有几台笔电也出现了同样的崩溃问题。 只不过与捉机、CPU故障相比,几率稍低一些。 Oderon Games并未透露,英特尔13代和14代行动处理器系列中受影响的型号。 但网友们推测该问题可能会影响功耗最高的旗舰级库瑞I9HX系列处理器。 Oderon Games表示,他们已经收到了玩家数尖字,关于英特尔13代和14代的崩溃事件反馈。 并且官方专用的游戏伺服器也不断崩溃,曾导致整个伺服器瘫痪。 在过去的三至四个月里,他们观察到CPU的最初运行状态良好,但他们的运行状态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恶化,最终出现故障。 他们在自己的测试里观察到的故障率接近100%,这表明受影响的CPU出现故障只是时间问题。 随后,Oderon Games表示,正在将所有伺服器的CPU更换为AMD与有缺陷的英特尔相比,AMD的崩溃次数减少了100倍。 截至目前,英特尔已经尝试过通过微源尸码更新,包含更严格的功耗限制, 在BIOS中实施CEP等安全机制,以及修复ETVB错误等方式来修复这个问题,但均未能完全解决。 Raptor Lake崩溃问题最麻烦的一点在于其随机性。 例如,部分晶片可能仅在特定条件下出现崩溃,而另一些晶片则会在各种情况下遇到,因此应对不同的问题也有不同的修复方法。 例如,既用异合的方法仅对某些晶片有效,但目前所有方式都只是一种临时解决方案。 实际上,行动平台出现稳定性问题并不意外,例如之前也曾有基于DAV680晶片组主机版的数据中心伺服器出现同样的崩溃问题反馈, 表明功耗并不是导致Raptor Lake处理器崩溃的唯一因素。 随后,有网友仔细分析后的,一些事情恐怕让人不寒而栗。 那么,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。 感谢你的观看,期盼能与用户产生共鸣。 侃侃而谈,扩论有余。 最后,请用户点赞,订阅。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。 谢谢。